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铁们 我是远胖 想找项目赚点小钱的 可以跟我一起来 今天我们的车行进到了河北的保令 这里有一个发明人叫做季新刚 你好 你好 这是季总 对 发明人 对 九闻大名 这是你们的办公楼 对 这是我们新办公楼 这就是你的 这是我的品牌 这是你的品牌 对 就是用水稻切割 用水来切割 再切割 现在你带我们去看一下你的那套设备和你的发明 比方说这是我们弄的 这水切割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只要是固体的都能切 只要固体的都能切 固体的都能切 对 比方说瓷砖 陶瓷 上大理石 铝合金 不锈钢 都能切 全部 铁呢 金属 只要固体的 它不分材质 就这个呢 地面呢 地面也没问题 地面也没问题 对 它不分材质 只要固体的都能切 一般软的呢 比如像这个呢 软的也能切 这些呢 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切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设备主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水切割我们只做安全切割 好像你脑切割炮弹是吧 对 我们主要就是像部队的公安的一些这个单药销毁 还有就是地方的就是一些石油的客户 石油石化 还有就是煤矿的 这种不能动火的地方 就是安全的地方嘛 打个比方像油罐车 你可不能随便去切 但是用你这种小罐车 用水切割就是 就很安全的 对 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你好 师傅 归信 我姓曹 我是圆胖 你们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洞里边的枪体 高压棒里边的枪体 高压棒的枪体 你一个设备大概卖多少钱 一般的我们都是定制的 根据客户的需求不一样 我们是给它来定制的 一般的大概在五十万吧 那咱们上那边看上那些设备 好 这是已经成型的 对 相场没有电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燃油机做动力 比方说相场罚含一个 一色危险物 把这设备拉过去到那 相场给它拆解了 有的自来水 就普通的自来水 就可以直接加压冲出去 那你应该要经过一个高压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这个地方说吗 不是 这下面这个是加压的 下面的是加压的 这个是加压的 这边呢 这个是动力 这个是动力 那个汽油机的动力 那你个刀呢 刀是通过一个管子 通过一个软管出去 一会咱们在那边 通过一个软管 这个呢 这是个柴油机的 柴油机的 对 那个是汽油机做动力 这个是柴油机的 这就比那个稍微功率大一些 功率大一些 然后是释放一边 或者是管道维修的时候 在野外 野外的管道有问题了 用这种 那种呢 就是电机的了 电机 对 这种是电机 对 这就是接电 因为在现场的话 你这个成本比那种用 那种切割要低吗 还是要高一些 比火焰切割是吧 比火焰切割要高 要高 就成本其实还是比它高一点 用性成本跟这个设备成本 还是要高 偏高一些 那如果你让你这个产品 放到民运出去的话 那你的竞争率没那么大 因为现在有火焰切割 什么的都有 是这样 就是各种的切割的形式不一样 比方说你要是想说什么都切的话 你要需要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切割设备 所以其实那一套设备下来 几乎它的成本是大大超过这种单一的成本 因为这个水切割是这样的 是任何的材料都能切 不管你是木头的 还是塑料的 还是橡胶的 还是金属的 它都能割 全部割进 对 全部都能割 这是它的优势 而且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水切割切完以后 它的这个表面不需要在后期的处理 就跟沙楼 就是说咱们平常的抛光出来是一样的 哦 你好 它这个是干嘛 这是模拟表的石油管道 哦 这是石油管道 对 因为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上面装 有些法拉罗刷什么的 我们是模拟切割实验的 我们大概切这么一圈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噴雾 这样 哇塞 好神奇啊 这个是用的电机是吧 用电机的 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刚切的那一粒吗 哦 这很光滑 很光滑 哦 分析特别窄 你看到没有 而且温度也是没什么温度 那我们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大罐 大罐 是吧 那里有一个豹子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等于是属于他们的常规操作 跟着它一块来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油罐车开一个大孔 因为这个油罐车一旦把它取在密 密封的这个密封的里面有这样的太阳天啊 它就会容易引起爆炸 给它开一个孔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是一个开圆孔的 啊开圆孔 我们准备开多大 嗯 开叫做80来公分吧 80来公分是吧 对 对 哇 哇塞 哇塞 嗯 不是 全是油的味道 哇 这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里面它有分隔 隔断的 你们知道吗 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这个油罐车 祝贺你的成功 也希望咱们下一次能够看到你更好的产品 好 如果是说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 可以上发明明网站 可以找南部组 找到这个季总 然后呢 如果对这个发明觉得很好的 你点赞 如果觉得有意见和想法的 可以留下评论 我们给季总留下来 好不好 下一站我们就奔赴河北的形态 好吧 就是这样 好 感谢